我说有个新闻 不是性骚扰 不过牵涉到一些敏感的话题 想问大家你的意见 有个台湾的富商 有个太太结婚20年 结婚20年 最近请了一个外傭 外傭来自越南的年轻女傭 家庄的妻儿工作 10年前开始用的 她结婚20年 10年前请了一个越南籍的女傭 后来越走越近 还经常带出籍宴回 又送了一个名牌的手标 十几万的手标 老婆经常觉得 为什么她对她这么好 就很怀疑 弄得她非常痛苦 因为怀疑她两个 不单止是主博那么简单 直至有一天 富商很不小心 送了一张跟这个工人 这个工人叫花花 跟花花共辱的裸召给太太 不是她特意送的 不是送错 我也有这样想 她想解决这件事 是吗 这个男人的想法 我也有想 怎会这么不小心 老婆于是大受打击 但男人很多时候都很不小心 亦都是 要求她告上法庭 台湾要她赔 一千三百万港元 如果你是富商 你会如何辨称 你会如何为自己的行为作变 为什么会有共辱的照片 这个富商上到法庭就说 其实我是想上网找些裸召看看 不如自己拍好了 不用看网上的 很勉强 你说上网 我看到有个P图是自己来的 所以就发给老婆 你看看他P图得多似 这样才算是正乎 其实我Coco多好 转速挺快的 我只是跟花花拍一辆照片 我给他钱 他只是做模特儿 一个摄影师与模特儿 这个是邓炳强的解释 他开电单车 八字的不是说什么 可能是电单车机件有些问题 或者是示范可以打八字 这个黑警的解释 駕駛学院要打八字 駕駛电单车要打八字 这是很牵强的解释 不过法官认为 从他们的动作 共辱的表情 当时的表情 觉得他们有真正性交 所以 他老婆不是要申请1300 1300万港元的赔偿 你知道现在法官判多少钱 都是二三百万 二百多万 差很远 通常是这样的 二百多万 你以为法庭真的给公义你吗 对 跟他心目中差很远 不过撇除钱 是很不开心的 作为老婆 你送了这么想给我 但如果你从正能量方面去想 你早资好过持资 没错 你跟了一个这样的人 不如放手好过来 你想想 那你拿二百多万 重新开展自己的人生 其实都未尝不 但也加了他二十年 他也在他身上 投资了二十年的青春 浪费了二十年青春 经常看电影 看法律是否保障 女性各方 是哪个国家 台湾 台湾 应该会保障 应该不止二百多万 说一次 Koku 说有个男人 发现一个很惨的事情 这是在《农场新闻》的一个连续 大家当作是一个故事 听完就算了 我觉得挺特别的 Koku 跟大家说一下 谁知道两位大哥继续演续下去 就变了很有趣的一个故事 这个标题就是 首先有个Koku 富无马片 然后就是港南向泰国 泰国女友求婚后 Facebook宣布 几天后发现 原来老婆是做鸡 第一我想问 他怎知道他老婆是 不要这样侮辱女性 怎知道妓女 性工作者 他怎知道他老婆是性工作者 你明白吗 还有他认识他时候 在什么场合认识他 林结婚才知道他老婆是性工作者 不是 他现在宣布了结婚 他在Facebook宣布 很简单 可能有些恩客曾经跟这位女士光顾过 一看 就跟这个男士说 你太太原来是性工作者 你未婚妻 你不知道吗 我也光顾过 不是我朋友光顾过 也挺好 恭喜你 也挺好用的 恭喜你 食家的评语就是挺好吃的 Open Rice 很自然的 我们不可以这样的 性工作者都是人 很多正评 我现在赞他很多正评 然后我问他 这样很大打击吗 如果你发现他一个人妖 就更大打击 你宁愿 这个是Idao 经常在香港人类都是这样的 你宁愿他是一个性工作者 还是发现原来他那个是人造的动员 你不要说人妖 我说人造的动员 你说发现他是人妖 还不太大 他不是 发现他是一个变性人 还不太大 对了 变性人 或者跨性别人士 现在说这些要这样 很小心 到底哪样东西会大事一点 我刚刚在小小时间之内 就看了小小的内闻 是怎样的 Coco 神探 重新提醒大家 这是农场新闻发布的一条link 大家当是一个故事 听完就算了 我观察到他应该是一个独男 这件事其实是一个玩玩的 我觉得 介绍一些背景 他自己是一个银行工作的人 在香港还是哪 在香港的 香港人 对了 香港人 他平时也没有什么女孩 认识女孩 三个星期之前就认识了个太妹 这么像Francis的背景 Francis不用人主动认识的 是主动认识的 你不知道了这么多东西 三个星期之前就认识了个太妹 其实一直以来 他都在网上直击他 跟这个太妹 由认识交往 到别人的过程 放上网上 就认识了 你有没有照片 有照片 在这条银里有照片 漂亮不漂亮的 太妹 好像你们所说的 幸好不是人妖 跨性别人 有点像的 很厚妆那一类 三个星期之前 跟太妹求婚 求婚后立刻在自己的 个人Facebook宣布 我要结婚 很开心 我不是读L了 他就在网上讨论区 开了个post post就叫做 我老婆原来是只鸡 不断直击他和老婆 性工作 但他怎知道 他后来知道 他又不会这样说 他又不会结婚 宣布之后又怎知道 他就 有没有说 他在CAP图出来 原来他就不知怎样 获得了一些片段 那些片段 就是他老婆工作中的片段 工作中的片段 这些是偷影的 是是是 我甚至觉得 看CAP图的片段 那个角度甚至不是偷影 我觉得是摆拍 不奇怪 可能顾客的要求 摆拍 用来做日后的留念 所以我怎样觉得 他故意玩的 就是开这个post 他就主动把这些片段 摆出来 甚至他在留言说 因为达成大家的要求 今天六点就会出片 放上网 其实是一个类似YouTuber 去吸引收视的一个 整个campaign 又或者会不会 亦是他想报复 因为他觉得泰妹骗他简情 没有告诉他自己的性工作者 于是他爆音毒 放上网 但他就没有详细解释 究竟为什么他放上网 以前试过有些女孩 因为男朋友偷食或者飞他 他就把男朋友的春宫片 放上网 也有的 还要写别人的 全名 职业 拉着哪里电话 有些报复式的爆音毒 我想他就不是爆音毒 因为他在内闻里面 他原来除了一个post之外 他自己有一个群组 群组叫做我老婆原来是一只鸡 也是同样的名字 不断update他自己和他老婆的交往 这是续集来的 上一集我老婆昨晚看到鬼 我老婆是正鸡 因为他发布完那些影片之后 又会继续说 各位巴打 如果我放婚宴 放酒 大家会不会来 即他继续会结婚? 是他继续问这些 继续会结婚 因为他老婆不懂中文 于是他怎样说都可以 甚至他说了一句 虽然好像很懒情心 跟他老婆 不知道他老婆是否在骨 应该不是 他好像跟他老婆说了 说了一句 虽然与你相识三星期 我就向你求了婚 我与你一起拍拖的日子 我从来不曾介意过 你是一名妓女 她不是很好 她经常把这件事放在我口上 孙子与口上 说给全世界的人 但对他老婆不是很尊重 甚至真的很露骨 是假的 甚至他说 我深信 这是神 及我的考验 但我和我的伴侣 将会度过此难关 我们永不分 有多难关 所以我觉得完全是造假的一件事 她利用了这种 吸引眼球 其实是很无耻 这个男人 这个男女 这个人 你这么介意 你经常挂口 你不要娶她 你娶她 为什么还要记住那件事 甚至不断把自己和她老婆的片段 放在这个群组里 和大家分享 虽然是很坏 即便成为战男 战男 什么渣男 渣男 渣仔 实际上 在社会上的 是沙子中的沙子 即使是性工作者 如果她重量 是的 因为任何人也有过去 性工作者未必会做一生 人家都要乘家粒室 結婚 那是她的工作 就算是性工作者 也有她自己的尊嚴 你應該尊重她 你沒理由把自己的尊嚴 為什麼經常尊豬口掛一口 放上來 但當作是假的 你們本身認識性工作者嗎 我本身不認識 我認識性工作者 憑什麼呢 以前有一個組織叫什麼 紫藤 因為我那時候讀神學 紫藤我常常想訪問性工作者 我亂說 現在沒有了 紫藤沒有了 紫藤沒有了 分定完了還是什麼 性工作者當然有 其實紫藤出發時 就是聯合了一群人 因為這群人 有時會被某些人欺負 無論是黑白樑 都會欺負他們 欺負他們 吃免費餐 打他們 收保護費 等於社會上最底層的人 而他們是無處可逃 亦無路申訴 因為人家一句 你做雞 已經把所有人權剝奪 沒錯 對 當時我讀神學的時候 是訪問過紫藤的性工作者 的確是 讀神學關於性工作者什麼事 因為關乎身體性別 和人性尊嚴 內容說了什麼 都是說他為何會投身這個行業 還有他想著 他其實有一套想法 什麼年紀 有些很年輕 未必很老 二十多年輕 都不是很老 紫藤 另外有個關心男性性工作者 叫五夜男 你有沒有聽過 五夜的男士 五夜男 不是鴨刀男 不是鴨刀男 是男性性工作者 我們一說性工作者 很容易就想起女性 這也是我們固有的文化影響 但我想女性會多一點 是否覺得我很學者 非常 但原來性工作者 在香港也有為數不少的 男性性工作者 簡證鴨 鴨 鴨 但你說雞的時候 你會覺得是侮辱過鴨 你覺不覺得 這也是在父權文化裡 對於女性的打壓和欺負 後來我把性工作者帶回教會 有些教會是歡迎性工作者 你知不知道 但你帶回去 你不會告訴別人 那間教會的人 知道他是性工作者 也沒有說 因為教會大門 是為所有人而開的 性工作者 比黑警更加神聖 後來這位性工作者 就重量和結婚 加到別人 我相信 現在正在過正常生活 就是一般 我們這些生活 可能會難些 可能會難些 沒錯 可能真的會難些 例如有些AV的女優 剛才我找回蒼井空 我剛才說過蒼井空 她又會結婚 蒼井空 之前結婚 雖然之前是拍AV AV又不同性工作者 其實AV比性工作者更大 因為性工作者在房間裡 沒有人看到 AV全世界都看到 是 整個身體 你明白嗎 我記得有一集 你們有沒有看Netflix的 那個 有 那個紀錄片 是 我以為全裸監督 你是看全裸監督嗎 我沒有看 我想看 是否說AV的生涯 是 我想說那集就是 深宵食堂 又是說AV的嗎 深宵食堂 深宵食堂是說一間日本的店 有個男廚師 那間店是晚上12時才開 有很多食客來光顧他 說說心事 心靈雞湯 有一集就說一個AV女優 和一個有錢男人 結婚 但他有錢男人是不知道 他是AV女優 怎會不知道 不知道 為何一定會知道 好像剛才你所說 他為何會知道 好像你剛才所說 會有影片 大家會看到 最後一天他看到影片便知道 那個故事就是這樣 那個女優就結婚 跟深宵食堂的老闆談心事 又說了一個故事 不想讓自己的老公知道 曾經自己的過去 他一直以為自己的老公不知道 但後來他老公過世後 他在他老公的一個儲物的地方 這些是心靈雞湯 對 儲物的地方 你想想 整個儲物的地方 都是他的碟 都是他的碟 都不知道感人 很感人 很感人 你覺得不感人 我覺得很感人 但快必演繹出來 你為何要這樣笑 媽你 跟我說沒事了 你為何要這樣笑 同仁同命 大哥 我是學者 我剛才說是女性主義 現在Michael都說完那些話 你反而覺得Michael沒事 你入了我 我一直進入故事裡 真的很感人 但快必你最後笑的 是破壞了我的情緒 你明白嗎 社會是不公道的 社會 是不公道的 社會 是不公道的 所以說說女性的問題 所以最無恥的是這個 無恥 毒男 還要扮毒男 就算這個故事是他虛構出來 但他也是建構一個意識形態 告訴大家 我們娶一個性工作者 會這樣 繼續進一步強化這個案件 當然是娶他 你根本要忘記那件事 不要再記住那件事 不是經常拿出來說 對吧 即是我覺得 說得對 沒錯 即是說你其實 好像有一種 上面看著下面 但是作為人 作為人來說很難的 你怎麼都說 我不會那麼介意你 我不會記住 但你怎麼都會 真的會 如果你真的在乎這件事 他怎麼都會 忽然之間 可能幾年之下 可能幾個月之後 對得你久了 又會想起 或者你跟他有什麼爭執的時候 又會想起 你以前怎樣怎樣 又會數你以前的事 我想插個嘴 我想問一下 剛才一直在 天愛之陰 天愛之陰 因為阿謙忍不住 阿謙忍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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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懂性工作者 我都不會爆你出來 剛才說了很多男性的角度 我想問 如果用Coco 你的女性角度看 如果你的 另一半 曾經做過性服務的相關行業 你又會怎樣看 我很坦白 我接受不了 所以我也不會跟他開始 因為我接受不了 我不會騙他 我不會介意你的過去 我接受不了 所以我由一開始 我就不會跟他開始 那你逐個問 阿快必你接不接受到 接受到我的另一半是鴨 雞 是性工作者 那你答兩條 鴨和雞都答一條 我要問 現在很難 現在這樣說 你要跟一個人相處 那個人如果一開始跟你說 譬如你跟他相處 譬如我遇到一個女生 那個女生 我覺得他很吸引 假期間我還沒結婚 我覺得他很吸引 我去接觸他 他有些反應給我 然後我們就開始交往 你很難第一次交往 我想你也沒有問過你太太 或者我也沒有問過我太太 你之前是不是性工作者 我想到今天也沒有問過這個問題 大家坦白一點 你很難 所以這個 也不會問 你一輩子都不會問 一輩子都不會問 刀八尺 即是我們男人名 好 你慢慢跟他交往 聖你老名 聖你老名 你跟他交往 大家又很正確 又說到心事 的時候 正所謂已經踩了腳 你再說 原來你是你騙我 他又會說 你沒有問 當然你又說 就算我不問 這個那麼敏感的問題 你也應該自己重實招來 我不知道這個問題是敏感的 其實這個問題是類似 例如有個媽媽生了一個兒子 兒子在第三歲的時候 才會說 其實這位是混亂了你的兒子 類似一個這樣的問題 跟他建立了很久 這個問題 你怎樣去處理 我現在很難說 我突然知道 原來他是性工作者 但我之前跟他相處 當然好 到珍惜比之槍 就是這樣 你就不知道 同樣道理 你明白我意思嗎 就是這樣 不是憑上場 因為有些事情 你真的要埋伏才知道 我有問過性侯學者朋友 他在結婚前 我們很坦誠 我說你 老公知道你做過嗎 他老公知道 你會不會 跟你老公夫妻 你是不是在剪對話 為何你這麼呆 你是不是有很多話不說 我不能外出 譬如跟你老公是歡愉的時候 歡好的時候 會不會有舊東西 他甚至說 我不一定會跟我老公歡愉 有時候我不高興 我不會跟他歡愉 每個人都是 他舉了一個例子 譬如我的職業是廚師 但我回到家的時候 可以不煮飯 可以不煮飯 我真的開闊了很多眼界 但廚師不是用自己最親密的地方去處理 那你當性工作也是一個工作 我不介意你用手去和服事人 但我介意你 要討論性工作是否工作 這就是下一個問題 真的有趣 這個討論 廚師理論上不會和食客有感情 但如果他們在那一刻 身體很誠實 如果真的很開心 達到一個很高潮的時候 他會不會對客人有好感 有一種高潮的記憶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但客人吃你的菜 你不會和他有那種交流 那這個問題又貼到另一個問題 你這個問題就是 你和你的伴侶 俗稱叫沉船 為甚麼 我不知道 沉船即是你和你的顧客 本身是金錢交易 慢慢慢慢 可能多了你 熟落了之後 慢慢有了感情 發現你原來是雙向的 你喜歡的客人 或者客人喜歡的 你就叫沉船 但你的種族症還是零 還不是性 因為那些顧客和他 是會有身體的快感 簡直是那些寬如 普通的行業是沒有的 你明白嗎 即是physically的快感 按骨呢 按骨會有高潮 按到快感 要問師叔 你試試按腳板 你試試按中師叔的 湧泉穴 湧泉穴 湧泉穴是甚麼 湧泉穴 湧泉穴 我想問這個穴位 有甚麼作用 湧泉穴 你聽名字 湧泉的東西 湧泉 會有甚麼效果 或感覺 你有沒有按過腳嗎 我沒有 你有沒有按過腳嗎 首先 第一次我聽人說 按腳 就不只是按腳 說腳的月度 那些月度是開啟 身體某些 你的肺有時 你的腎有時 就通到腳的位置 你按這裡 就是對你的腎好的 按這個 你有聽過嗎 有 反射 所以我們才會做腳底 你真的會按腳 它是說 它是醫治某些身體的organ 按湧泉穴 對於保養腎 腎就是跟它有關 有幫助 對腎是好 替真陽氣 替真陽氣 難怪我沒有按到 因為我不需要按 男性需要少少少 湧泉穴於足底部 這樣 安神 醒老開陽 甚麼陰陽 清熱過 其實男女都需要的 男女都需要陰陽 怎麼那麼需要 通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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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我剛才的學者形象沒有了 又變成市井之圖 好 好 純粹 OK